好 下面咱们来看第29课的第二段 那么第一段描述了气电船设置成功了 研制成功了 下面开始测试了 咱们看第二段 第二段第一句话 看屏幕 The first test on the Solent in 1959 caused a sensation The first test主语 on the Solent 是地点状语在苏伦特海峡的测试 然后呢 时间状语是在1959年的测试 引起了轰动 Cause a sensation 讲过了 这是引起轰动 固定搭配 这个苏伦特海峡当作常识 咱们了解就行了 大声读一遍 Solent Solent A narrow channel between the Isle of White and the Sudden mainland of England The Solent provides access to the port of Southampton 这是一个狭长的海峡 在什么呢 在怀特岛 这个 Isle 叫小岛 A small island 小岛 怀特岛和英国南部大陆之间的一个狭长的海峡 Solent海峡 那么提供了一个通往南安布顿港的这么一个通路 从Solent海峡可以驶往南安布顿港 这是英国的一个海峡 叫Solent海峡 咱们知道就行了 那么这个测试怎么样 非常成功 引起轰动了 咱们开始怎么个成功法 你看 The hovercraft traveled first over the water The mounted the beach Climbed up the dunes and sat down on the road 这个当时的气垫船 那么首先它越过了水面 从水上 这个这个行驶过去 然后登上了海滩 登上了沙滩 Mount 表示登上去 然后又爬上了这个沙丘 Due 是沙丘 Climbed up 类似于刚才几乎都是Mount 都是登上爬上的意思 Mount 就是climb up 这是个替换 最后落在了道路之上 塞号坐下来了 落在路上 就是这么一个 这个里边咱们看一些这个达腿 首先看看这个 Mount 这个词特别讨厌 意思特别多 咱们在三测四测见过很多意思 咱们复习一下 比如说看第一个意思 就是表示登上或者爬上 就是本文中这个含义 相当于go up 或者换成动词 ascend 登上去 爬上去 咱们看一些例子 He mounted the platform and addressed the crowd 他登上了讲台 对人群发表讲话 这相当于go up和ascend 即无动词 登上 直接加遍语论 登上了讲台 platform 叫讲台 乐台 站台等等 然后这也是对某人讲 对人群讲话 再比如说 A car suddenly mounted the pavement to avoid the vehicle coming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一顿汽车突然间登上了这个便道 来避免对面行驶 来躲避对面开过来的一辆车 突然间登上便道去了 就登上了比它原来位置更高的地方 本文中登上了暗去 也是用这个用法 就是登上 就是从原来地方到了一个更高的地方 即无动词登上 但是我们在刚刚讲过的第27课里面 也见过另外一个含义 就是把某个东西固定住27个瓦萨号大帆船 大家还记得吗 固定上了这么一个东西 这也是一个当机无动词来用 是固定住这个东西 比如咱回顾 Triple gun decks mounted a 64 bronze cannon 三层的火炮甲板 固定着64门青铜大炮 就在什么东西上面 固定上什么东西 叫固定住 这是第二个意思 to fix something into position on something so that you can use it look at it or study it 在27课讲过 mount还有第三个意思 在28课刚讲过 病人和医生 还记得吗 to increase gradually 逐渐的增加 这是不起无动词 慢慢增加 比如说 the death pole continues to mount 死亡人数依然在上升 再增加 如果上升到了多少 amount和我们加gc2就好了 还记得吗 这在28课刚讲过的句子 就是166页第三到第四 166页第三到第四 this manifest in medicines is proved by the fact that the annual drug bill of the health services is mounted into astronomical figures and shows no sign of present of ceasing to rise 这个当代的对于药瓶子的信任 被这个事实证明了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医疗保健部门 每年的药费单据 正在上升到天文数字 每天期间没有任何停止上升的迹象 这个面是逐渐增加 增加到多少呢 我们加gc2就好了 这个mount还有第四个意思 在未来会看到 有什么意思呢 还可以表示 骑马或者使骑上马 这个mount并语既可以是马 或者是像什么摩托车 什么大象 这样的东西 也能是另外一个人 使这个人骑上马 都行 这个也是mount 它并语既可能是牲口 是这个自行车 也可能是一个人 看例子 he quickly mounted his horse and rode away 他迅速上马 并且骑走了 这是用马做语语了 那也可以这么用 he mounted the boy on the horse 他使这个男孩 骑到了马上 使某人骑上马也行 那你看这个里面 是怎么用法 the policeman were mounted on black horses 这个警察 这些警察们骑到了马背 黑色的骏马之上 这个里面是人做兵语 在这做了人做主意 后面用了被动了 所以就被使骑到马背上 所以还是骑在马背上 这个意思 所以mount在这 它既可以是人做兵语 也可以是马做兵语 人做兵语是 如果做人变了主意了 那用被动就好了 还是骑马 这个意思 这个我们再看一个 在未来 在这个41课里边 会碰到的句子 240页 25行最后到26行 240页 25行最后到26行 他说 two assistants mounted on tame elephants control the captive from either side 另外两个助手 骑到了驯服的大象背上 那么从两边来控制住 这个被俘获的大象 这个mounted 是一个过去分次端应当后置阵语修饰这两个助手 这个mounted 宾语应该是人 因为是被骑到了驯服的大象上 对不对 所以是人做兵语了 现在做了逻辑主义了 用被动了 骑到了驯服的大象背上的两个助手 现在从两边来控制这个the captive被抓住的大象 这个到了41个 未来会讲 好 那么回顾一下几个意思 第一个登上爬上更高的地方 第二个是本文中抽现的在27个数字 把什么固定住 固定住这么一个东西 第三个28克讲过的 渐渐的上升增加 这是不具有动词 后面可以加jc2上升到多少 最后一个骑上马或者石某人上马 有这个意思 当然也可能骑大象也背不住 下面看第二段最后一句话 后来怎么样呢 later it crossed the channel riding smoothly over the waves which presented no problem 后来呢 这个气垫船又穿过了英吉利海峡 这个the channel 我们说了这个有上下文的语境嘛 因为我们学的是英语 英语中说the channel 就是the English channel 因为英语嘛 海峡默认的英吉利海峡 就像the continent大陆 默认的是欧洲大陆 英国在欧洲 在中国指海峡 海峡两岸指的是台湾海峡 因为我们说是汉语 中国我们说大陆 这是中国大陆嘛 对不对 说不同语言 它暗指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channel就是English channel 你们学的是英语嘛 这个我们用的是英语嘛 后来又穿过了英吉利海峡 后面呢 是这个怎么穿过呢 这方式是平坦的骑在浪 这个波浪之上 穿过英吉利海峡 这下面还是喷出空气来嘛 这方式撞鱼 然后后面又穿插了一个非限制性对于从具 修饰这个浪 怎么样呢 这个浪并没有构成任何问题 构成问题叫Present Problem 如果为什么构成问题 后面可以加JS4 这是一个习语 这个习语可以看一看 给什么什么构成了问题 或者干脆就试问题也行 B Pose 或Present a Problem 如果为什么什么构成问题 后面加JS4就好了 这本文中用的是固定大废 看一些例子 Ratial tensions in the south of the city pose a real problem for the police 城市南部 这个种族之间紧张的关系 给警察构成了一个真正的问题 给某人构成问题 叫Pose a Problem for 因为这个大废 再来说 The high rate of inflation Presents a serious problem for the government 很高的通胀率 通货膨胀率太高了 给政府构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这是构成问题 后面借此不变 还是加富 看到这几个动词觉得很面熟 咱们还讲过 构成了威胁 构成了隐患 好些也有这几个动词 我们先回顾 构成了隐患 Be pose present 还多了一个叫constitute a hazard 还记得隐患吗 注意对什么构成隐患 借此不是for 是to 构成威胁跟它搭配最像了 Be pose present 或constitute 都是构成 Threat 或者a minus 都是威胁 后面还是加借此to 对什么什么构成威胁 这个在前面多次讲过 跟这个构成的问题 可以同时记 这是第二段 我们给老师 看在这儿